國內看似榮景 我們來看國外 現在呢各國大開國門 迎接國際旅遊商機 台灣目前已經開放了 每週15萬人入境 觀光局表示呢 目前每週各個航空公司 已經開放超過有千個航班 而日本在解封之後 最受到國人青睞 其次才是東南亞國家 而另外呢 小三通到底可不可以啊 觀光局表示了 站在觀光發展的立場 他們贊同小三通 應該要恢復常態性的市場機制 初期是每週25000人 7月7號調到4萬人 8月22號調到5萬人 9月29號再調到每週6萬人 那目前10月13號以後呢 是以試行每週15萬人的方式 來讓旅客逐步回流 民航局公布最新國境開放人數限制 從今年的6月份開始 以每個月平均增加1萬人的方式 直到10月13號過後 直接提高到一倍之多 每週開放15萬人入境 歡迎國際旅客來台 而目前總共開放有57國 從原本3000多個航班 即日起開放增班 每週至少1000多班 尤其日本增幅最多 統計到111年底 各航空公司已經規劃 每週揮航1107班 較10月的時候增加了8成 而日本呢 因為大湖放寬入境檢疫規定 也是國人喜愛的旅遊地點 因此日本航線的增幅最大 由原來的每週104班 增加到312班 東南亞赤支每週248班 增加到383班 日本最受到國人喜愛 現在每週至少有300多個航班 飛往日本 但立委點名 美國目前還把台灣 列為三級疫區 在美國目前的國家旅遊 我們還是三級的疫區 但是沒有限制 現在他們 現在美國來台灣 你們應該跟美國溝通 為什麼還是三級區 王國才點點頭 似乎也很傻眼 相較於台灣 美國已將日韓列為一級疫區 以目前台灣跟美國互動頻繁來看 但仍被列為三級 立委認為交通部 應該要主動跟美國協調 我們的疫情比日本韓國嚴重嗎 這個應該是美國他們的判斷 這不影響 他現在進來 包括免簽 怎麼會不影響呢 你宣傳沒有做好 溝通沒有做好 他說你說開放了 人也不進來 沒有說不讓他進來 問題人家不來 另外開放國境之後 出入境的比例 因為整體觀光旅遊是失血的 傅崑奇呼籍交通部要趕緊規劃 如何擴大國際旅客來台的誘因 才能夠真正提升國內整體的旅遊商機 而另外立委 游宇蘭則問到小三通到底何時重啟 觀光局也作出回應 基本上觀光局從發展國際觀光的立場 是主張恢復過去的一個常態化市場 所以你們是贊成恢復常態化市場 對於小三通呢 因為那個陸委會主委 他講的話我是沒有辦法接受 觀光的立場 就是也希望說把旅遊目的 在開放的時候也能夠放進來 但是我們觀光局 我們交通部是支持的 贊成的 觀光發展是支持的 人間威視張宇全正宗 台北財報報道